这座非常独特的宫廷式建筑 就是百年老店郭圆毅糕饼的工厂和博物馆 一大早博物馆就涌入了大批的游客 参加有趣的糕饼制作体验 见识30年老师傅做喜饼的功夫 结婚分送喜饼 据说跟三国时代诸葛亮安排刘备娶孙权的妹妹有关 孔明为了传达喜讯做喜饼分送孙权的部署 后来这种婚嫁送饼的习俗就变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喜饼大体分为中式大饼和西式的盒装饼两种 中式大饼有荤有素 里面包的内馅越来越多元 台湾南部做大饼是论青座 北部大多统一尺寸 重约400公克 大饼象征圆满和吉祥 台湾习俗订婚送饼要送六的倍数 象征双双对对吉祥顺利 盒装喜饼则根据需要分送亲友 一则渲染喜气 二则有昭告天下之意 随着时代的转变 喜饼的包装和口味越来越有新鲜味 比如说我们把以前的铁盒 那把它改变成纸盒 这种环保的一个部分 甚至说以前的盒子把它立体化 把它成了化 像这些改变的话带领了我们的喜饼业人 来不断的一个改进 那也是坚持着就是说能够一直的创新 分派喜饼的学问大 喜饼组合千变万化 往往让现在的台湾新人 选喜饼的时候 一个头两个大 感谢观看